第十一轮 首节战法,新疆与36比34领先,次节比赛,新疆连续命中三级三分,打出一波9-0,之后哈德斯又一环了一波6-0,双方的进攻效率在这一节都较高,新疆凭借阿布多沙拉木的罚球帮助球队取得一分的领先,上半场结束,新疆与69比68领先,一边再战,新疆队的手感持续火热, 三分不断命中,一直保持比分领先,辽宁和依靠内线不断进攻,没有让比分拉开,三节战法,新疆以97比95领先,末节比赛,高师颜六发毕业,孙彤林罚球领中,把分差拉开到11分,随着达柳斯亚当次命中关键三分,最终新疆以124比119战胜辽宁, 新疆数据,阿布多沙拉木14分,里根10分,周一祥11分,达柳斯亚当次31分12助攻,埃尔杰弗森17分10篮板,辽宁数据,高师颜13分5篮板8助攻, 哈德军16分6篮板,从明晨12分3篮板,莱斯特哈德森29分5篮板3助攻,布兰登巴斯29分19篮板3助攻,缺席名单,新疆, 辽宁,郭艾伦腰伤,赵季伟左脚环扭伤,刘志轩跟剑受伤,李小旭腰伤, 辽宁,就好了 Cut the